LGB生活资讯 抽脂手术日新月异 除了超音波 水刀 雷射等微创手术外 甚至有标榜不动刀的冷冻戎指 五花八门的宣传令人眼花缭乱 不过也有诊所坚持传统抽脂才有效 坊间多数是花招 很多还是要传统抽脂来搭配 今天节目将为您揭开传统抽脂的面貌外 还要教您从麻醉来判断 一间诊所是否合格 可千万别走开哦 都有局限性吗 超音波 雷射都是辅助式抽脂 一般来说现在主要技术还是集中在于侵入式的 就是微创式的抽脂 如果要用到大部位的抽脂 或者是精细的再利用 脂肪再利用的话 我们还是推荐最传统的抽脂 那传统的话 就是对医生技术是最要求 医生的抽脂技术会影响到所有的结果 方法人说会不会产生橘皮 那会不会产生纤维化 就是说医生在操作过程上有没有经验 然后它本身抽脂的破坏的程度 那甚至会影响到并发症的产生 所以说传统的抽脂对医生的考验要求是最高 如果在经验不足的医生手上 这是非常可能发生 而且我们在临床上也看到非常的多 而且一旦产生这东西很难去再救回来 因为一般产生橘皮 产生纤维化的话 代表已经抽过度 真皮已经受到伤害了 像冷冻笼子目前只能用在肚子 那超音波急速式的笼子 也只是只能用在肚子 那其他精细部位的话都没有办法做 都只能靠传统或雷射 或者是超音波辅助的笼子来达到目的 其中超音波及雷射 它的好处是可以减低它的疼痛 对 那降低阻止的破坏 那使得它的恢复的速度稍微提升 一般如果正统只有做雷射笼子的话 它本身只有一个18G针口的大小 大概不到2mm 对对对 那如果辅助有使用传统过程辅助雷射笼子的话 就会有传统抽脂的切口 一般来说是3到5mm左右 医美诊所良幼不齐 从麻醉可一窥究竟 因此就是说在正统外科手术栓 不是算风险非常高的手术 那为什么会产生这么多的风险呢 就是主要是现在医美诊所太多 良幼不齐 那本身在麻醉过程中 有没有对病的安全 采用最严格的要求去监控 如果是正统的院所的话 它一定会有专门的麻醉医师 专门的麻醉师 是全程监控病人的生命迹象 一般都是 大部分都是采取静脉麻醉 配合局部麻醉 那这样的好处是说 静脉麻醉最少的侵入性 让病人达到最舒适的程度 开孔位置极大小 考验医师经验及技术 以腹部抽脂为例 我们会在肚脊的上下侧 就开一个非常小的伤口 容易隐藏的伤口 约3mm到5mm左右 然后开始注入麻醉液 在整个抽取的范围 上腹下腹以及腰侧 注入我们要抽脂部位的麻醉液 达到定量以后 待它作用到一定的时间 产生血管收缩 止血以及麻醉进润的效果以后 我们会开始使用传统抽脂 抽脂针 跟泡管来抽取我们要抽脂的部位 那经由这两个伤口 所有腹部 甚至腰侧的 腰侧的 所有的脂肪 都可以被精准的抽干净 一般开孔的话是 医生决定 那以正面的腹部来说 大概90%也是 医生都会在 选择开孔在脊带 父亲附近 但是有看过别的地方 但是非常少 但是我们有一个共识 就是说开孔一定在这好操作 而且最容易隐藏 绝对不会造成 外观不佳的地方 那如果是有需要 再利用脂肪的话 它用传统方式的话 它会中间在 还有一个收集桶 经过一个收集桶 收集到那里 然后在无菌的空间里面 便于脂肪的再利用 看完今天节目 是不是对传统抽脂 有更多认识呢 想知道更多抽脂资讯 也欢迎拨打节目专线 02-2741-9484 或Mail到邮箱 我们会尽快为您解答 生活资讯赞 好赞 我们下回见 我下回见 我下回见 您 下回再见 感谢观看